关于奖项这种东西,在大家的认知中,能拿到奖的基本都是有真本事的人,可蔡徐坤得奖的事情告诉我们,就算是天王周杰伦都干不过流量磅身的小鲜肉,这里是呱吉娱乐,今天,我们就来聊一聊周杰伦被蔡徐坤夺奖的故事吧。 曾经有人说,蔡徐坤拿奖的那一天,也是华语乐坛上最阴暗的一天,当时还是2019年,在华人歌曲音乐盛典上,近出道没几年的蔡徐坤,凭借歌曲维维维,荣获了杰出歌手以及年度金曲奖,先不说她的歌曲本身水平如何,一个名为华语的音乐奖项,年度金曲居然是歌词中一个汉子都没有出现的英文。 这事本身就有点说不过去,当时台下作者的除了周杰伦,还有汪峰,张杰,薛之谦等一众大咖也都位列其中,而蔡徐坤却凭借一首全英文歌曲,力压众多大腕。 因此,当台下一众大咖看着蔡徐坤在台上唱英文歌的时候,这个画面颇有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,周杰伦的表情虽然没有很嫌弃,但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更加耐人寻味。 毕竟在这二十年间,周杰伦一直在呼吁中文才是最酷的,而蔡徐坤的拿奖,仿佛直接把汉流甩到了周杰伦的脸上,就连饱受争议的杨坤都在颁奖典礼之后,直接公开吐槽华语乐坛倒退十年。 这还是王保守了说,回想当初,被称为华流之光的周杰伦,曾以一己之力抵制寒流入侵,而且他最后也成功了。 这份勇气和实力,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,而在他成名之前,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,可是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,每天都会写一首歌放到吴宗宪的桌子上。 索性吴宗宪终于给了他出专辑的机会,为此他把自己闷在屋子里,饿了就吃泡面,其余时间则全部用来写歌。 后来,这张名为《借的专辑》一出,瞬间燃爆整个华语乐坛,一时间疯涨无数粉丝,周杰伦也因此成了周天王。 而另一边自小就家境优渥的蔡徐坤,他的成名并非是靠音乐作品,而是通过选秀节目,最终凭借出众的长相,以及唱跳俱佳的表现。 赢得了年轻粉丝的关注和追捧,相比周杰伦只用硬实力说话的方式,蔡徐坤的确显得有些不值一提。 当年周杰伦在成名之后,不光执着于音乐创作,还领衔主演了电影《投文字迹》,上映后票房也跟着传出捷报,不到一周就突破四千万。 而随着周杰伦的才华越来越多被看到,他的作品几乎每发一手就爆火,大大小小的奖项都朝他涌来, 可谓是拿奖拿到手软,而且在2003年7月16日,他推出了歌曲《一副之名》,不仅播放量突破了八亿,这首歌更是被称为神曲之罪,一度震惊整个亚洲,而这一天也被命名为周杰伦日。 此后,他独创的《中国曲风》更是势不可挡,可以说是引领了整个时代的潮流。 周如霍原家,蓝亭逊,还有被封为《中国风之罪》的清华词,首首都是经典,直到今天,他都在流行音乐天王的宝座上面做得稳稳的,纵然出现过不少试图与他争锋的歌手,但无以例外被他盖了过去,无论是乐坛后辈,还是与他同时代,甚至是年长他的资深歌手,都将他视为自己的偶像。 可以说周天王这个称号,至今无人能够动摇,反观蔡旭坤则处在一种尴尬的局面中,爱他的粉丝为之疯狂,不了解他的大众对他不屑一顾,大都认为他才华与名气不匹配。 但谁能想到,在2019年的颁奖典礼上,周杰伦竟然真的被蔡旭坤击败了。 而说起蔡旭坤与周杰伦的渊源,其实早在几年前,两人的粉丝就已经高手过招了,而且动辄就牵扯到上一人。 也就是在蔡旭坤获奖那一年,周杰伦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南京站开始售票,几万张门票已经发售,仅仅30秒就售庆了。 就在人们感叹周杰伦人气暴顶时,一位00后女生在网上发帖子问道,周杰伦的超话数据那么差,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那么难买? 此话一出,周杰伦的歌迷立刻在网上回应道,你可以说周杰伦胖,也可以说周杰伦不发新专辑,但绝对不能说周杰伦没有粉丝。 随后,为了让年轻的网友们看清楚周杰伦的粉丝号召里,周杰伦的歌迷纷纷接杆而起,开始忙前忙后地在周杰伦的超话下面给他做数据。 这场西洋红粉丝与新晋顶流粉丝之间的比拼,彻底拉开序幕。 虽然周杰伦的粉丝大多都是80、90后,不像00后那般精通打榜规则,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冲榜能力,因为周杰伦的粉丝实在是太多了。 在此之前,蔡徐坤一致高居超话榜首,并且将分差控制在高于周杰伦十万分左右。 但不过是短短的四天时间,周杰伦的排名便从百名开外以下跃居榜首位置。 至此,终究是实力战胜了流量,甚至还创下了第一个超话热度破译的记录。 这场战役引来了官媒的关注,并为周杰伦发表了一则偶像会发光的评价。 对于这场轰动议事的昆仑之战,一位不知名的网友曾写下这样一句话,重要的不是超话第一,重要的是出道二十年了,还有人愿意帮他拿超话第一。 不得不说,这位网友的话说得极其重刊,周杰伦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。 不过,周杰伦和蔡徐坤能被放在一起比较,说明都是具有才华的人。 前者是八世,九零年代顶流,后者则是零零年代的顶流。 只是蔡徐坤的争议比较多而已。 但我们相信,每一个拥有实力的人,一定能在最后消除一切非议,成功为自己证明的。 这里是呱吉娱乐,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,关注,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,说出自己的看法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我们下期视频,请观看.